司马南本名余利是这些年来在网络上活跃的一个左派意见领袖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中国语境下的左派右派和国际上说的左派右派并不等同 那最近司马南就接连发出系列视频 对联想集团进行所谓灵魂六问 那么就再度引发了关于资本原罪或者叫民企原罪的这个辩论 那我说的是再度引发 因为早在十几年前就发生了这种辩论了 就关于所谓这个原罪的问题资本原罪民企原罪 据说呢最早是那个学者出身的企业家冯伦他提出来的 他就是指民企业家在获取第一桶金的时候 常常采取了一些不合法的手段 也就是说第一桶金常常是来路不正 有这么个问题 当时就有一些争论呢 当时河北省还发过一个文件 说到对这个民营学家早期的一些违法的事情 过了时效了就不要追究了 就说要赦免民营资本的原罪 另外也有人提出呢 要清算民营资本的这个原罪 当时担任统战部副部长的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他也讲过话 他就反对清算民营资本的这个原罪等等 那么那这里所说的这个资本原罪 就是指资本在民营资本的取家支出 采取了种种这个不合法的不正当的手段 一些腐败的方式等等就指的这么个问题 那现在等于是旧话重提 但是和当年不一样的是呢 就是今天中国的网络上的言论空间 要比十几年前更为狭窄 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呢 很多重要的声音我们现在根本看不见 现在到头来跟这个司马南扮演了 司马南对立面的那是胡锡进 还有海外的这个境外的所谓这个 有被人认为大外宣的多维 他们都成了这个司马南的对立面了 而更有分量的一些声音呢 反面的印象我们就看不到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现在引起重视 那就是很多人在猜 这个司马南推这么多东西出来 它有什么背景没有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提出来 那又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它确实有背景 是得到了上层最高层某些人的这个默许 甚至是鼓励 也就是说有来头的 那么因此它就不仅仅是一种 发表一种意见 一种旧话重提 而它可能意味着 要採取一些进一步的什么行动 怎么样 那胡锡进你看他那回应的 他也主要表示他担心的是这一点 就怕你搞成运动了 搞成那个样子了 那对改革开放就有损害了 所以这也是现在关心的 这个舆论比较关心的一个焦点所在